台股在今天跌破了半年限時出現重挫 不過AI股卻是有點開低往上走高 要請教幸福哥 像是微創又重新回到100塊錢 那麼即將也是漲了將近2% 所以這是逃命波嗎 還是這的確已經是好的買點出現 好的 我想這一波 7月底8月初大盤開始回檔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整個AI股在那個時間點開始轉弱 主要原因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股價他們在5月6月7月3個月 漲幅非常的大 很多都漲了5成甚至超過1倍以上 第一 漲幅大之後 當然也是要適度的一個修正跟整理 而且以最近來看的話 雖然AI股都有拉回 不過外資對於這個所謂的AI股 基本上還是有一些看多的報告出來 而且他們認為說明年 從這個2024到2025年 其實整體的一個出貨量 或是整體的一個市況還是持續成長 AI是這樣子 它跟一般的景氣循環股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它畢竟是從0開始的 也就是說它大概3到5年之內 它還是位在成長期 甚至像之前 NVIDIA的執行長黃仁訊說 他說AI從今年開始會影響什麼 會影響所謂的iPhone時代 就像手機從無到有 其實前面3年5年 它的成長速度還是非常的快 只是說前面股價反應真的有一點算是 先反應不少 所以最近的一個修正才會比較大 我們就舉今年可以說市場算是 最飄悍的一檔黑馬虎 微雙來說好了 微雙是這樣 我們從高點16 1.5 到今天盤中低點96.7 你去算 它這一波的回檔其實已經适成了 回檔很多 很多 才短短兩個月的時間 這個跌幅 如果我們用所謂的黃金切割率 0.382來算的話 其實已經滿足了 接下來我覺得有機會 可能開始會先做橫盤審理 因為這兩天大盤比較弱 可是它都沒有在收盤的時候 正式跌破100塊 但是還有一個下降壓力局勢線 所以通常這種情況之下 需要用時間來化解這個空間的反應